這邊都是有破損的 有一些有破損 其實這個牆已經是做第二次了 已經做第二次還這樣破成這樣 因為它沒有什麼設計圖或是什麼東西 又是沒有設計圖 對 這馬桶也太奇怪了吧 怎麼會這裡有個這麼大的縫 就是因為沒對 這是我們這個地方全部的管道間 就是這個時候嚴重的漏水 然後漏到山 漏到地下室 這個縫是廁所的排氣 所以你在那裡拉屎 你老婆在外面聞得到 那這個排水孔怎麼立起來了 就是它在翻新的時候 它把原本的孔封掉了 那封掉之後發現怎麼沒有排水孔 然後它才去把它打了 所以變成立在那邊 這是怎麼這樣 對 全部漏出來 這全部 這做的不是很密 這個冷氣這樣吹 不是吹到這一根樹枝嗎 然後它後面這個進風口在這裡 最嚴重的漏水就是這個地方 從這邊開始漏進去 這苟成這樣不會漏才奇怪 那邊有一個塑膠袋 對對對 它用來固定的好像都是這種 鐵石電線塑膠袋 然後保麗龍的罐子 去蓋那個開關做 保麗龍的罐子 不是那個寶特瓶 寶特瓶 寶特瓶的罐子去蓋那個開關做 你說花了300多萬嘛 它最後跟你們開多少錢 550幾萬 550幾萬 我想說它是認識的人 然後信任的人 又是認識的得了貨 它跟你報500多萬 但是你已經付了300多萬去了 所以現在等於說 呃 它覺得你欠它錢 欸 請問一下 這有500多萬的價錢嗎 人在台中西區 今天有兩位這個好朋友來分享他的新裝潢 我們的苦主夫妻 現在已經裝潢好了嗎 還沒 還沒 還沒好 還沒好 但是就是已經不是在工程的合約裡面了 不在工程的合約 所以是解約的意思了 已經解約 就是一個要合法立案的補教授所 補習班之類的就對了 所以應該會有很多法規的限制 沒錯,因為必時要做使用指導變更 所以外牆變更、指導變更 跟一些消防安全的查核 都必須要在這個時候一起做一個整理 整理 讓這個房子可以有合法的使用 我們來開一下喔 進來 等一下 所以這個是往外推的意思嗎? 對,其實法規是只能內開 所以這種場所的旅門本來法規就是往內 它往內這樣子 卡住了耶,我怎麼推都推不進去耶 就是說在這個工程其實一開始 我想那個幫我補責 他可能這一段去油場或者是地板有沒有問題 他都不知道 他都沒有量 所以等到說比如說可能安裝上去的時候 才會發現說 然後他就可能跟我說 你知道你這個地板是不平的嗎? 然後我就會想說 你不是包給他做嗎? 對啊,那你怎麼不能幫我解決耶 我跟他講,旅門窗全部是訂做的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你這個要重新再做一個耶 對啊 怎麼這麼良工啊是不是? 設計的部分 他建築師有做的都城變更 所以都城變更建築師還特別耶 就是合體面命啊 千丁明萬交代 你尺寸近寬絕對不能做錯 你的片數絕對不能做錯 結果我那一天一大早來暗場的時候 哇塞,那個門原本建築師畫在這一邊 他給我裝在對面 整個180度反過來 真的是哇塞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照片 居然是在這裡 所以你叫他馬上現場改就對了 地角鏈都給挖一個大洞 這邊已經有挖地角鏈了,已經做了啦 他給我報價上面,它這個是 報價是10mm的強化玻璃 但是我實際做玻璃厚度測試 是8mm而已 所以偷了2mm 對對對 哇,怎麼這樣子 2mm的強化玻璃其實差蠻多 價格差很多 對對對 這裡怎麼還 哇,這個貼這個是怎麼樣 這就是空心磚 你沒有找人來勘驗過 對 所以很多缺失就對了 對,有非常多的精神絕心 然後沒有用一些測量 或是讓它整個比較平整的那種器械 都是用紙的那邊 哦,它沒有字句去調整 它是用手去調整 它這邊都是有破損的 有一些有破損 其實這個牆已經是做第二次了 已經做第二次了 破成這樣 對 這都破了喔 對 上面那邊也有破的喔 對 它一開始做完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 我跟我太太,我們都沒有辦法接受 比如說它這個腳 縫是兩邊沒有對起 然後它在重貼的過程中 我就是又開始跟它談了很多 我覺得我不滿的地方 因為它沒有給我什麼設計圖 或是什麼東西 又是沒有設計圖 對 所以我就說像消防安檢 這一樓的看到消防安檢的東西 對 甚至到這後 它一開始開會 就知道說我這地方是要做合法營等等 對 它消防安檢都給我報最佳 然後都是付預算無限大上去 然後我想說我本來就是跟你簽多少錢 我這裡面就喊消防安檢 我上面有建築師去負責幫我報照 你要符合建築師的規範 消防的規範 你要去配合他們 因為你是我這間設計 就是幫我設計的人 結果他說 還是他給你報一個非常便宜的價錢 剩下都要加上去 所以不含 這個東西我當書也有跟他 我其實跟他簽完之後 我已經告訴他說 我要的東西是什麼樣 我需求是什麼樣 我每一層的使用我要怎麼樣 他也跟我說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這麼快了解 因為老屋翻修就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你要敲了拆了才會發現 所以我們這個合約 我們沒辦法抓很細 所以給你一個大方向的價格 對 他給我一個大方向的價格 跟一個大方向的範圍 跟一個超大方向的整修 概念 就是超大 所以總體的工程最後是多少錢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簽約的金額是380萬 380萬 那我們好好來盤點一下 這樣子大家覺得有沒有380萬 整個牆壁全部都粉光是不是 沒有 沒有 你看這個 很有藝術家的氣息 然後上面天花板也不瘋對不對 老邊工地瘋 工地瘋 地板的部分目前是都沒有的 這邊就是塑膠地磚 塑膠地磚 塑膠的 米太魯 但是裡面這邊好像就有做了 裡面這邊 最多錢應該是花在這裡 所以你做類似公共廁所 這個在外面 裡面是水 怎麼會外面比裡面還要低啊 所以水是往外排的 所以水到時候我要清洗馬桶 清洗廁所 水是往外這樣卸 對 那卸到整間這個裡面 整個都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 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測試的時候 我們自己倒了水 其實水機都會 沒有辦法控制在這裡 因為它卸的速度沒那麼快 所以它很多氣都會流到大概在 沒有啊 它這邊沒有擋啊 所以水進出來的時候就這樣 我剛剛不小心還踢到還跌倒咧 進來就是馬桶 馬桶的部分 其實那時候我在做測試的時候 我說其實學生的高度 年齡層的關係 不是每個人都是一樣高 有的人可能國小 有的人可能國中 所以它三個馬桶 裝的高度其實不一樣 而且是越來越高 所以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我說其實一般現在的公共空間 它應該都要有所謂的殘障廁所 或是有一個稍微低一點的車 一個馬桶 就是讓小孩子可以方便使用 然後我問他的時候 他竟然跟我說 這個改馬桶要免徵費用嗎 全部打掉 要打掉啊 裝了才叫你要就是要趕 那就沒經驗 那一開始就沒經驗 我就問他說 這個馬桶便做的高低 不是應該你要設計師 你要幫我去注意的嗎 然後他就直接跟我說 設計師為什麼要注意這個 磁磚安裝的時候 磁磚這個受損 都破了 對 裂開了 然後通過水的 然後空心磁磚 空心磁磚沒開 這邊也有 然後每一個馬桶在安裝上面 都是排水孔徑跟裏下的水管是對不起的 那會臭 對 而且會臭 現在沒有用的狀態 可能還臭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他只要一測試沖水 大概5到10次 旁邊的水泥就濕了 全部都濕了 照片差不多是這樣 對 就是濕掉了 然後所以後來只能重新再拔起來 那拔起來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站在驚驚 因為拔起來馬桶壞了 又是一筆開銷 對 所以就只能用那種 哦 他每個弓都慢慢敲 然後空心磚一直耗在這個地方 對 真的很痛苦 這個地方就另外一間馬桶 所以這個也沒對好 這個馬桶都沒對好 沒有半個馬桶是對好的 這馬桶也太奇怪了吧 怎麼會這裡有一個這麼大的縫 就是因為沒對好 這個大概有四個指頭的一個縫 沒對好 我知道你本來是靠著這裡 他沒對好 最後把他喬正了以後 結果他有這麼大的一個縫 對對對 所以他位移這麼多 對 這個水天也是在衝成這樣 這是防火門是不是 對防火門 還裝這個門供器 最大的好像是這邊 它本來是裝在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螺絲 對螺絲 結果它開到一半的時候就卡在這裡 門供器卡在這裡 對 然後我就說 我一個消防的防火門 你沒有辦法讓我完全敞開 那這是什麼意思 我用一個螺絲幫你補起來 你介意嗎 真的補了一顆螺絲 然後我就想說 我都想說我很愜意啊 那是什麼 這是我們這個地方全部的管道間 管道間在這裡 上面到樓下的管道間 然後這個更誇張的是 就是這個時候嚴重的漏水 然後漏到山樓到地下 每一層都漏 然後走過這一區 就像下雨這樣 對 只差沒撐傘可以來 這個孔啊 它是直接可以通到外面 就是會有 就是全部都是 我在這邊還可以偷看 對對對 還可以偷看外面的 那裡真的有個洞欸 對啊 照理說應該裡面也有一個磚 它就是留了非常多的孔子 這邊也有縫啊 對啊 這個還沒收邊 這司機械要打進去的 我每一層都有採光窗 它這個都可以鎖住 藏紅窩裡 對 就是採光的部分 它這個全部都是 每一個都是 它只是給你黏上去而已 但是它沒有鎖 對 完全沒鎖 這是什麼洞 這個洞更離譜 這個洞是廁所排氣 廁所的排氣 等一下我們在室內 然後廁所排氣 對 廁所的排氣 你是說這樣子 然後直接排到這邊來 在室內 從廁所 廁外板上面 所以你在那裡拉屎 你老婆在外面聞得到 那這個排水孔怎麼立起來的 就是它在翻新的時候 它把原本的孔封掉了 那封掉之後發現 怎麼沒有排水孔 因為來這邊本來說 就是發現說它沒有 然後它才去把它打了 打了 所以變成立在那邊 立在這個地方 好好笑喔 這是直立式的排水孔 直立式的排水孔 那是什麼 管線 管道間 對 然後全部都做這樣子 怎麼不一樣 上面的狗盾 538 打到天花板都裂了 打到天花板都裂了 這邊全部冷氣的管線 做得很粗 這樣 在颱風的時候 原本以為是窗戶沒管 但後來好幾次都開始漏水 越來越嚴重 所以大家可以看 這邊整排都是水痕 漏到就是說 連邊邊側面都有水 連這邊都是水痕 有沒有看到 然後才發現說 這個下面是空的 這是空的 它沒有灌漿進去 或是它也沒有填裡面的縫 你們在外面怎麼都粉塑 那是什麼 什麼施工團隊 所以這是你們的工班丟的 對不對 你看人家那邊都很乾淨 只有你們這裡有垃圾式三樓的區域 它也是一個感覺是工業風的空間 對 這個算是你的工作室嗎 我相信它都是路徑鐵板 然後它 我都還沒念收 上面滿是刮的 這邊全部都刮的 對 全部都刮的 這是怎麼這樣 對 全部都是 這全部 這做得不是很密 然後這邊地板 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所有來看的 或來現場的其他的工班都說 這個不是正常的地板 因為照理說你做完 你泡洗什麼的 它不會都會 不會刮刷 它就是一直會有刮刷的問題 對 所以說 所以它跟你講 這是一種特殊工法 對 自平水泥 自平水泥 結果可能它只是水泥 或者塗一層什麼東西 對 它全家四口人來打掃 一家四口人來打掃 一家四口人來打掃 對 這個冷氣這樣吹 不是吹到這一根樹枝嗎 然後它後面這個進風口在這裡 對 然後這個 這是你要求它放在這邊嗎 不是 它自己安排的 它自己安排的 這是冷氣的排水 它冷氣排水從這邊過來 然後拉著轉折到這邊塞進去 然後這個都還會動這樣子 會晃 這樣還會晃 那個都沒有晃 真的會晃 摸一下它就晃 所以真正開始運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異音 對 這個就剛剛狗虎塞巴那裡 它都是做這種 做得很粗 你知道嗎 最嚴重的漏水就是這個地方 從這邊開始漏進去 漏到一樓那邊 一樓地下室 從這裡開始漏 這狗層這樣不會漏才奇怪 其實都踏著這樣 都沒驗收全部都翹起來了 結果這裡 玻璃也沒有 對 它施工的時候 這是什麼 這一間又是另外一個空間 對 那像這一間 就是四樓 很多像這種 廢氣管線的孔洞 其實每一層樓都一樣 它都沒有做修復的動作 那時候會跟它說 為什麼你不補洞 它甚至都會說 沒辦法老屋沒有人在補洞 老屋的洞 就在讓它呼吸 不是太多了 很奇怪 如果只有一兩個 那就算了 那邊全部都是喔 有沒有看到 每一層樓都一堆這個 怎麼這樣 都烤掉了 都烘到整個都焦掉了 這邊也都是 那邊有個塑膠袋 對 它用來固定的 好像都是這種 鐵絲電線塑膠袋 然後保麗龍的罐子 去蓋那個開關做 保麗龍的罐子 不是那個寶特瓶 寶特瓶 寶特瓶的罐子去蓋那個開關做 然後我這邊 被鄰居投訴的就是 原本這個地方 它有一支管線 然後它做好的 然後一直說 它會裝進去說 它要修補怎樣 就是這個 原本真的是管線 它是整個漏在外面的 然後那個七月底颱風的時候 它就是 像尿尿小童 一直在旁邊 直接爆水 然後爆整個 然後用烤的烤到軟 然後再折硬折的 對 這個很貴嗎 為什麼不去做 那個有制式的啊 為什麼要弄成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像這種 放冷氣的管線 對 這個怎麼會做成這樣 這種管槽應該要對接 應該要讓它是安全的 對 這個吊管都是斜的 也沒有對形 吊管都沒有水平 真的啊 這個是幹嘛 不知道 可能是先做個記號 這個全部都是手工木做的 木工作 但是感覺做的比較粗糙一點 這個邊邊還是 小心的話還是會刮傷 會刮傷 這個細嫩的皮膚 小心喔 然後你們怎麼會用這種木板呢 這種木板 理論上應該是用來用在比較 對木栈道 或者是一些比較外牆用的 這個可能過沒多久 它就會有一些病蟲害 比如說白蟻之類的 可能比較不適合坐在室內 但是你全室都坐在室內 然後你看你的冷氣那個管線 喔呦 這是怎樣 而且你一次裝兩台 這樣裝兩台 是這樣怕你們太熱是不是 我們不知道 設計師知道你們很怕熱 我們很怕冷 他就說他一定要裝兩台 因為他說頂樓很熱 喔頂樓會比較熱 頂樓是比較熱沒錯 但是你頓數只要夠的話 我們的這個風還是有辦法吹到的 所以你看他這邊做了很多出風口 但是他上面感覺管線拉得亂七八糟耶 這個風管拉成這個樣子 我真的看了沒有這個到底是在做什麼 然後跟他講說我這邊要裝棉字馬桶 然後他插座留在都快要到我胸口的高度 喔通常這一個插座應該都是在那個地方 對應該要進行變座的地方 因為這樣免止發動才能 他的線才有辦法插這個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拉一條線不是很奇怪嗎 對 對 然後這樣這個門都是裝的時候 就是已經都是壞掉的 都裂開了 然後踢腳處也是被踢 不知道是誰踢的就是都歪掉 都歪掉 他不是平的啦 對 你的手直接就可以插到這個縫隙耶 對 這麼大 他這個縫怎麼這麼大 這我的手都可以放進去耶 我們這個房子 感覺未來是要做很有氣質的這個藝術空間 結果現在用角度這樣 我真的感覺不出他有什麼樣子的美感的感覺 比如說像這個 他一開始跟你解釋說這個是製品水泥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很有藝術氣息 結果後面門轉去要 只是塗一層什麼交上去 這個你收費比較貴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看人 但是你答應跟人家做A 結果你拿一個刺激品B或C來給人家搞上去 我覺得這真的很明顯 不是很可靠 你說花了300多萬 他最後追加的結果 所有東西這樣加下去 他最後跟你們開多少錢 五百五十幾萬 建築師有特別要他的裝修許可證 就是他技師的 對技師 然後還有他裝修公司的 然後還有加入工會的 結果咧 對 我們從12月1月的時候就給他要 然後他就是一直用話術 然後跟我說 他之後加入 他只有沒有會員證 他只有沒有設計師會員證 然後他說等之後他加入了再一起給我 一起付給你 我想說他是認識的人 然後信任的人 又是認識的得了貨 然後我大概7月1號就一直吹吹吹吹吹 然後吹吹到他還說 我知道要給你啊 他還Key mobile 你為什麼要一直吹 你為什麼要咄咄逼人 你為什麼要一直吹 這些是基本要給人家 你一開始沒給人家 你最後還Key mobile 你是不是搞錯 你就對你的關係 然後最後給我們的 然後最後給我們的 原來那個設計 就是那個裝修 裝修技術師的 不是他 他也是借牌的 他甚至是借牌加入工會 所以他可能連執照都是假的 他沒有技術師的 他跟你報500多萬 但是你已經付了300多萬去 所以現在等於說 他覺得你欠他錢 那他有走法律的程序要告你們嗎 我現在不知道他會不會走法律的程序 但是我反而覺得說 那他如果要告我 他就來告 因為我已經做好收證 你已經找鑑定單位來所有的收證 對 要來喝杯吃吃飯等你 那個意思就對了 對 我已經請台灣住宅消防會做工程探驗了 所以你們已經都做好萬全的準備了 聽說這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些遺憾的事情 就是太太本來也懷孕了 對 因為很遇足或者是很著急 我們就是因為他答應我們 本來他答應我們6月30會很好 就是我們結婚比較久 我好不容易懷孕了 然後我就 我就請我老公跟他講說 要他傳照片給我們 對 因為我不方便來工地 結果呢 傳都是很像很像的進度 那我們就 就幾乎沒有進度了 對 反正就是有造成一些遺憾的事情 然後最後 這個工程來到現場看還這種狀況 還要自己投500多萬 請問一下 這500多萬的價錢嗎 其實我覺得要避免的話 最好還是要找 比較有可信度的裝修公司 重點是你本來就是以為他是可信度 這怎麼去避免 其實我覺得 我不能說我們去找人家設計之前 我們都要去上司法系統去搜尋看看 所以你有去上他的司法系統對不對 哇 那個29條 29條官司喔 不管是告別人 被告或者是被求償 或是民刑事 總共29條 太扯了吧 大概兩頁 兩頁 兩頁 每一個都還可以點進去看 所以我們要請他來裝潢 還必須做身家調查 是這意思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有一個管控的機制 來管理這些 所以大家有聽到關鍵點了 就是說他們隨隨便便一裝潢 就是幾百萬起跳 數十萬上百萬上千萬都有 但是政府在法律 或者是法規的規範上面 制度並不是這麼健全 光是一個申請流程 我送審就代表說 政府要能夠合可這個人 來做我的這個生意才對啊 結果已經都送審了 結果還是沒辦法抓住這個人 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這個在制度上面 我覺得應該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